今天,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竞选人彭博抵达洛杉矶,宣布他在洛杉矶设立的竞选办公室开张。 在此之前,他在洛杉矶市长的陪同夏到中国城饮咖啡、吃早餐,与选民互动。 据悉,这家餐厅已经开办了约110余年,以经营三明治为主,坐落在亚拉美达街与澳街交口处。 彭博在洛杉矶市长贾希提的陪同夏步入餐厅,与店主寒暄,然后到柜台前与贾希提一起买早餐与咖啡。 由于地处中国城,这家西餐厅每天上午都有许多华人来饮咖啡、聊天及阅读中文报纸。 在彭博出现在餐厅时,有在场的人表示这是首次看到彭博的本人。 谈到选举,李先生则说,他出来的太晚了,从目前的情况看,拜登的排名要比他领先。 彭博对赶到中国城采访的媒体表示,他将与洛杉矶市长会谈,讨论洛杉矶现有的问题,并表示可协助洛杉矶解决就业等问题。 彭博在上午的造势活动中表示,他将在2020年的选战中击败现任总统,并表示要对现有的公立学校进行改革。 乔报记者秋晨1月6日洛杉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